像我現在這樣的解讀 其實是我個人看法 他在給獨派釋出一個訊息 我是現在進行事 我有口難言的時候 你不要再逼我 所以獨派的人 他最後你看 四大佬的那一個逼宮性 其實之後也就無疾而終 他在讓獨派 深律跟淺律歸對 而他大韓國瑜也不是打得沒道理 有人問我要把國家帶去哪裡 那個人就是韓國瑜 明明知道 你又很正式的講說 大家好 我是總統蔡英文 我要回應高中市長韓國瑜 對我的這些質問 跟大家的質疑 我要把中華民國帶去哪裡 沒有 有人問我啦 那他在打韓國瑜的時候 韓粉可能不高興 但是非韓粉們會覺得說 蔡總統直接對他 而且他是剪刀槍以後對他開 那他會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就是打壓韓國瑜 當然有人覺得說會打旺 可是打壓跟打旺都不管 有一件事情必須正式的就是 四大天王 因為蔡英文直接打韓國瑜的結果 被別人化了 就馬無珠王被談論到了變少 所以大家更期待 就好像變韓國瑜出來 而四大天王就沒有 所以如果最後四大天王沒有被取代 是其中一位出來的話 他的戰力似乎也因為這段期間的 無法成為是天王級 反而上四變中四 韓國瑜中四變上四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他打韓國瑜的同時 柯文哲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勝率跟淺率也會回歸 所以蔡英文這樣一個簡單的po文 他既對獨派喊話 也對勝率淺率喊話 也打壓到了四大天王 國民黨的 也捧了這個韓國瑜 也讓柯文哲的參選均勢降低 你說他厲不厲害 這是我對於蔡英文總統 這個po文的看法